接下來是一個重要的提醒 求容詞有多少 求容詞有多少 百分之二數的硝酸甲200公克 請問你有硝酸甲幾公克 這是一個重要的提醒 而且我們在別的題目上 會用到這件事情 好 百分容度的公式 就可以知道 容詞的質量就是 容易質量成百分容度 那公式就小得了嘛 就往裡面帶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百分之二十五、兩百強承 所以答案就是五十克 答案選B 簡單小事情 OK 停車站接問 跟剛才基本上完全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百分之三十五的硝酸甲240公克 請問你有過氧化氫幾公克 請問你有過氧化氫幾公克 停車站接問 多多咧 跟剛才完全一樣 公式什麼都一樣 又忘記這個沒有了 然後來 找一位帥哥男 叫做25 請坐 跟剛才一樣 溶子質量 溶子質量就是 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所以溶液質量240 百分濃度 百分35 往裡面乘 這裡有個什麼百分浮號 你把它自動忘掉 你把它自動忘掉 OK 所以呢 答案就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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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請問你 請問你 百分之20 有 要問多少容易有 裡面有30克 就是倒過來 位置數不一樣而已 位置數不一樣 其他是一樣的 請問你它應該多少 什麼 來 小女生 來 小女生叫做 死了 部長 C嗎 C 跟剛才基本上一樣 只是位置數不一樣 溶子質量就是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現在是剛才是溶子質量不知道 現在是溶液質量不知道 但是做法是一樣的 所以往裡面層層除一除 答案就知道叫做 150克 所以答案選C 這是一個重要題型叫做 求融質質量 還有一種考試有考的題目 但是非常簡單 不用算叫做 取出 取出 我們講過了取出的時候誰不會變 取出的時候什麼不會變 請問你 帥哥男 是帥哥男的嗎 帥哥男 36 幾例 答案 出請說 我們講過了容易取出的時候 取出的 剩下的濃度都跟原來的一樣 所以原來是5% 你不管怎麼弄他就是 你倒過來倒過去 你只要沒有再加水沒有再加糖 他就是5% 所以答案選的是豬 所以同理 請問你他應該幾比幾 他應該幾比幾 他說有一個100 然後加500 部分成績什麼意思 有些什麼意思 飽和 飽和 上面倒掉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可愛小女生7號 A請坐 剛剛跟你講了 取出的時候濃度不會變 這考過 我就是大考試考過 連考程度的時候 程度考過 但是非常簡單 你不用算 很容易的 OK